中国解放军军机 日前大规模的侵扰台湾的空域 也引发了国际之间的关注 如今就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也来发表看法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 非常的雄厚 其实想要统一台湾 根本不需要动物 不止如此 其实普丁他也霸气十足的表示 针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 不会以天然气当成威胁欧洲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也是驳斥了 关于俄国利用能源作为武器的指控 不过他也很好奇了 普丁讲话到底可信度如何呢 大家也都在推论了 现在台海问题 确实可能不是中国现阶段 要面对的危机 因为美国的媒体 像是CN方面就点出了 虽然中国最近在台湾海峡 军事动作频频 但是中国以及印度边界的领土争端 也同时升温 而且看起来很可能还会率先的失控 但尽管如此 其实台海的问题 大家也还是很关心 美国众院的议员就表示 中共的一个共军 持续的来侵扰台湾 就是因为习近平评估了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没有勇气介入 而且也不会捍卫台湾 所以这个议员他就呼吁拜登政府了 一定不可以坐视不管 而事实上不只是美国台海问题 就连法国也很关心 法国的国防部也松口承认 法国关注中国对于台湾的侵扰 而为了要显示对于国际法 以及自由航行的一个重视 所以法国日前也曾经派了军舰 来行津台湾海峡 不过讲到了军舰 我们要带您看到是美国海狼级的潜舰 康乃迪克号了 在南海日前发生了意外 一路呢是浮游回到了关道 而这个消息一出震惊了相关人士 就是因为海狼级潜舰造价非常的昂贵 而且只有三艘